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 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 进入第四天的审讯 黎智英和三家苹果日报相关公司的代表正式答辩 他们否认犯下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以及两项勾结外国罪 76岁的被告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的高层 以及三家苹果日报相关公司 被控在2019年4月到2021年6月期间 串谋发布煽动开悟 以及请求外国或境外人士制裁香港特区或中国 黎智英还被控两项涉及勾结外国势力的罪行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黎智英出庭时精神不错 由于案件受到高度关注 香港警方在法庭外严重以待 有多量经过法院外的轿车都被警方截查 至于黎智英的妻子和子女都有现身法庭听审 黎智英是在2020年违反国安法被逮捕 也是第一位在国安法下被控的人 一旦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终身接近